《计划》 《魏康》兩個字 虛偽方延伸的 沒人聽過 先人都問 是否這樣說 哪裏都有魏康 這次也是我蠍之王 跟大家用這個心理學和哲學的角度 來解釋一些光怪錄的社會現象 或者一些出名的作品 神秘學藝 今次我們的題目是講近期 理論上應該是很火熱的 但是基於香港政局的不穩定 我猜大部份的香港人 都花了大部份的精力 在一些時事 變成大家的娛樂都少了 去戲院看的人也會很少 或者外面去喝飲食食 玩樂的人也會少了 所以我猜票房應該都插到什麼感 但沒辦法 我們大事大節 香港人應該是共上共落的 所以我就想在這裏花一點時間 做一些特別的review 不是影評那麼簡單 我都希望可以用 Dr.Slip這套作品 來激奮香港人 是否跟蠍之王平時說的 很不同呢? 蠍之王經常都放負 過完世上是不好的東西 蠍之王竟然會激勵香港人 但又不要這麼假 我又不想說什麼正能量 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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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套戲 如果你細心讀 你會讀到那種 如何在這個腿 在這個亂世之中 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信念 做的一個 很好的作品 但你猜不到 不要緊 所以我們從頭到尾 因為大家知道 大概說什麼 首先今天的題目 大家都看到 由Shining到Dr.Slip 人總要勇敢生存 第二句是什麼呢? 我還是重新許願 例如我會什麼呢? 那首歌來的 但其實 為什麼我會選 人總要勇敢生存 抬到這個Dr.Slip 其實我們從人切講起 如果是氣迷 又或者是一些 喜歡神秘學的朋友 Shining這套電影 你一定看過 這個電影出名到 其實原本 原本真的是 Steven King寫的一本 磚頭書 一些恐怖小說 但是由 一個很傳奇的導演 Stanley Kubik 改拍了 又很傳奇地 那時候不要收到 現在變成經典 每個人逐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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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在那時候 Stanley Kubik 拍的名導 和這個名作家 在兩邊 又在咬到水深火熱的 就跟Steven King說 這個是我最不喜歡的 改編作品 就因為這個大島 Cubik 就 將他自己大量的元素 將他自己想說的話 有些人就說 關闊為神秘論 又說是疑似 連自己拍過造假 登月的一個 confession 即是一個獨白 借這個電影 告訴大家 那時候 我在深夜下 即正放映室 即是 在漁網台的時候 我都說過 是叫Room 237 這是一個紀錄片 就是一群人 很有心地 他差不多 將逐格逐格的 Stanley Kubik Shining 電影 播出來 研究 然後就說 剛才我想說的話 不過 歌曲不是今天主題 但如果大家很有興趣的話 我看看有沒有日 都可以再講一講 Cubik的世界觀 Cubik 今天我們主要是放 電影版的Shining 到電影版的 就是這個Dr.Silver 因為如果講書 有什麼不同 那些 千萬都不是我蠍子王的Star 或者有 如果真的大家喜歡 想這些純粹是Hard Fact 拿出來什麼 十個不同之處 其實很簡單 找些資料講出來 其實我是指不在此的 我喜歡比較用心理學的角度 去分析 角色怎樣影響環境 或者環境怎樣影響角色 這個其實就是人生 人家那麼辛苦 播到戲出來 除非 當然啦 從藝術的角度看 好不好看 票房 marketing 所有技巧 導演技巧 是OK的 但是 除了這些之外 我想講其他市場的Cubik 那麼其實呢 因為 入政題 其實今天大概有三個方向 我想大家講 第一個就是講 角色的成長和繼承 由主角 Shining的主角 Jack Torrance 到他的兒子 Danny Torrance 中間的演變是怎樣 第一部分我會講 第二部分我會講 其實就是Shining 這個超能力本身 牽涉到 其實當然 我在以前 Dark Tower的直播都講過 其實有Steven King Multiverse 有Steven King的宇宙觀 今天我想借這隻佬 再講多一點 希望讀多大家 讀你們 再看多些Steven King的東西 又可以再一起去研究一下 第三就是 就是少少裡面 關於 裡面 今次Doctor Sleep的劇情 那些 好了 準備好了嗎 就是Doctor Sleep 對於我來說 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我會覺得 如果用 拍攝角度 或者一些導演技巧 Storytelling 起伏 我覺得真是普通通的 電影版 或者你可以說 超越不了Stanley Kubrick的 符號 但是 我覺得藝術作品 兩個這樣比較 就不公平 我覺得藝術作品 不能這樣獨立 拉為比較 兩個兩個風格 以及很珠困 但是我最喜歡 看到角色的成長 一 part 一 part 其實Danny的淤酒問題 有些是維持 即是他父親都淤酒 他父親都淤酒 他父親都受到 到shining 事件 到惡靈的影響 導致他發瘋神 其實Danny有勢 但在這個環境中 其實他同時都受到 其實他們倆的處境是相似的 所以你說Danny 有沒有恨他一伯 還是他沒有恨他一伯 在故事中說到 到最後其實他都想戒走這件事 他一來是為自己 一來都是想他爸爸消除那種困身的感覺 這些瘀身俱來的血統上的繼承 是無得為純粹用意志來的 我們一般人知道的 譬如有那些瘀酒 暴力傾向 如果他是瘀身俱來 就得到精神的感受 有些是天生 天生性的精神感受 但你自己也感受到 其實這件事 中間都反映了 為甚麼 Steven King 兩代都會寫宇宙問題 因為Steven King 本身跟Iron Man一樣 漫畫的Iron Man一樣 都受到瘀酒問題的影響 裏面那些受酒精誘惑 抗離酒精的心路歷程 其實某程度上是Steven King 作者自己的影射 和一種釋懷和舒緩 他父親和Danny都同樣受到 他們認識到自己的能力 其實很多影片都說 其實如果再看Shining第一集 黑人廚師的麻麻 其實他都有Shining的能力 所以他在黑人廚師很小的時候 已經可以不出聲 用心靈去溝通 那些人好奇過 那為甚麼Danny有呢 難道Danny有 Jack Nicholson都有 其實有人說過是 在電影版裏面 你會看到Jack Torrance 看很多難免的婆婆 或者一些舞會裏面的人 Loy 即是Bartender 前一手殺死了全街人的care attacker 這些你當怨靈 其實是否某程度上 其實Jack都有Shining的能力 只不過他是賤給Shining Overlook Hotel那間酒店的邪惡勢力 或者是力量 很難說他是否一個有意識的靈體 這個我待會會說 打敗了即到了法國 我最慶幸的看到那個角色的成長 有Danny跟他爸爸Jack一樣 同一時間受到瑜伽的影響 以及受到Overlook Hotel 在Shining的事件中的影響 他爸爸身亡 但他跟他媽媽相依為勇 一直都受到這個 繼續受到惡靈的騷擾 到了大過了 他為了借逃避Shining的力量 又跟他媽媽一樣有受到 又喝酒 令他生活很落魄 到了最後 這個惡人像村叫村雅多 大家去看 認識了一個第二女主 一個黑人小女孩 小女孩同一時間 她也有Shining的靈靈 他們借其中一種能力 就是可以遠距離突充 Danny就從逃避自己 到了劇情 他開始認識自己 接受自己 在他Shining的時候 那時的黑人廚師 同一時間都有Shining能力 在Overlook Hotel教他 如何使用閃靈的能力 到了黑人廚師死了之後 黑人廚師的靈魂仍然 仍然在Danny的身邊出現 仍然在守護他 教授他的東西 到了現在 Danny就做了那個 黑人的類似 那個引導角色 就教了這個能力很高的 黑人小女孩 教他如何使用這個能力 就變成一個好果 我覺得比較逐套的故事 就是正義的閃靈能力 對折惡的一些專門 要逐一些吞食 吞洗閃靈能力的真結族 True Honor 那個劇情 我又不會花一段時間 在這裏爆轎 我想給大家看看 但你會看到這裏 為何人需要勇敢生存 就是這件事 你看到其實 你會說是經律片 我會用另一個角度 就是在經律 這麼不如意 可能大家 現在都感覺到 跟Danny一樣 你覺得這麼頂 生活這麼不如意的環境 天天都白鬼夜行 夜晚 你怎樣可以從逃避自己 到處接受自己 到處將自己的能力 運用 善用自己 以及將自己的東西 可以教導給自己 一個下一代 我覺得 我覺得這部電影 其實我覺得 不只是說 純粹是經律片 那麼簡單 一個有閃靈能力的人 受到惡靈的騷擾 又受到一些專門追擊 閃靈的人的追殺 因為他大陸是一個 以前在Shining 另一個經律片故事裡面 一個男主角的兒子 其實 如果利用另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整件事變得很勵志 對不對 其實我已經翻錄了很多次了 其實我已經翻錄了很多次了 而裡面呢 如果大家是一個 即是Die Heart的 Shining 即是Steven King的粉絲 即是Cubic的粉絲 經常跟那個Tony聊天 即是現在開始穿了 原來小時候 Denis經常跟Tony聊天 在電影版裡面 那個Tony是誰 Tony呢 其實原來就是一個閃靈裡面的 究竟是一個閃靈的意識 還是一個我們未見過的靈魂 即是像黑人廚師一樣 不斷地跟他聯絡 這個我不知道 但到大陸是穿在 因為 對於小時候的Denis來講 有人無端端跟他聊天 那個就是Tony 那對於這個第二類主角 黑人小女孩來說 Uncle Danny Denis比我大叔 其實對於黑人小女孩來說 那個就是Tony 當然啦 在小說裡面 其實講過Denis 其實就是未來的自己 這個有時間路的 這個 在這裡不講 因為其實 Steven Yang 原來還在寫《經》 那個小說出名之前 其實他已經有一套作品 是很想寫的 Richards就是 那個作品叫做 1963年11月22日 如果我沒有記錯 其實那套戲 現在都被人改編了成一個劇集 大家如果有機會可以看 看完之後我可以去講 如果你要去搜尋 就是22 slash11 slash1963 這裡是一個穿越的作品 就是說有一個人可以穿越時空 回到總統金曼迪總統刺殺的時候 那他究竟想不可以扭轉乾坤 改變這個刺殺的事實呢 這個是 一個短小精幹的劇集 有些人就會覺得 嘩 為何變成了 這個Doctor Slipton的門 變成像X-Man 超能力 這樣對 其實 在《Shining》裡面 其實你以為覺得是一套鬼片 或者是一些怨靈片 或者地綁靈 譬如說有 他經常說 《Shining》的Hotel Hotel本身是一個 很強大的負面 或者邪惡力量 這裡就要解釋 因為究竟是裡面的 惡靈多 怨靈多 會導致到那個Hotel的酒店邪門 另外酒店邪門 令到很多人枉死 冤死 或者發風 導致到不小心死了之後 那個酒店再trap回他們 這個是好像太不救的問題 在建這間酒店的時候 那塊地 如果是屬於印第安人 所以一巴伯 建這間酒店的時候 其實是屠殺了很多印第安人的 那印第安人的怨靈 就跟這個酒店混合在一起 就trap在這裡 令到往後 在這裡生活 或者在這裡接觸過的人 就特別容易遇到邪靈事件 然後那群人死了之後 同一時間就成為邪靈的一份子 所以有整個ballroom裡面的人 很多奇奇怪怪的死症 就令到這個 這個就會越級越大 就是他所說的這件事 所以你說shining 是一種超能力 其實我覺得是一種多元化的 首先有這個感應力 你可以憑接觸物件 可以感應過去或者將來 可以同一時間 有他心通 千里眼 靈魂出竅 這些講到根本就是 中國以前八九十年代 那些很流行的東西 那 原來在這套典裡 有另一個很大的主線 就是有一班人 就是借獵食 這些有shining能力的人 而當他特別恐懼之後 然後呢 寄一些衍生出來的一些情感 他吞食了那些情感之後 就導致聽到類似吸越鬼一樣 有長生不老的能力 這個就叫做true norm 這個真傑族 中文傑族 那些人就問我了 你覺得shining 原本說一個 好像酒店鬧鬼 到現在就覺得 超能力 超能力 前身 再加上善用超能力 和一個奪取 他人超能力力量 導致長生不老的故事 那你以為就是這樣 但其實 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 在Steven King的世界 Steven King Multiverse的世界 是一個 很強大的一件事 其實這個就是 要扔進去之前的 小丑回魂 It 其實It exactly 那個小丑 其實都在找到同一件事 就是 他亦都要小孩子 害怕完之後 才吸取他的恐懼力量大 那這個小丑回魂 這個小丑回魂 是一個二空間 而那個二空間在哪裏呢 就是Steven King另外一套電影 Dark Tower 的那個 在Steven King裡面 一個奇幻 一個二次元空間 有些怪物 怪獸 可以在空間 空間之間 不斷穿熱 他們就要有一種 怪獸的恐懼 那他的力量就是恐懼 即他不是他的力量 他的食物來源 就是人類的恐懼 的那個情感 那在Dark Tower裡面 有一隻神龜 那個神龜 就是黑字這些 小丑回魂裡面 那個小丑的真身 那個 那個 類似一陰一揚 那個 那個 雙黑的那個 存在角色在那裏 那所以你看一下 其實你已經說了 這兩個 世界系統 其實是呀 而且一個 我在之前的陳文說 黑人廚師的祖先 其實就是在 It 小丑回魂裡面 一些生還者 的一些後裔來的 那到最後 近期有些很出名的 Steven的作品 翻拍了 叫做城堡岩 Castle Rock 其實Castle Rock裡面 有個角色 這個 希望大家 我不會在這裏 拖到很長 有機會我慢慢 再講 Steven King的 有趣的世界 裡面那個 其實就是 Jack Torren 的一個親戚 他就叫 Jacky Torrens 那個女生 叫Jacky 就是Danny的親戚 所以你看到 他的世界是共通的 如果我 只是用電影 和比較出名的 其實Steven King的 改編點裡面 其實不止那麼少 譬如 還有你說 小丑回魂裡面 那個陣 Derry 其實有不同的作品 都是在那裏出現過的 就例如 一套 2003年的作品 Dream Catcher 中文叫什麼 暴夢網 我搜尋過 那時候我小時候有看 那 香港不太出名 但其實那裏 為什麼我特地會說 其實那群兽子 也跟小丑回魂一樣 也是小時候 救了一個 在他們的陣 Derry裡面的 弱智人士 他覺得是弱智人士 說話不太清楚 那些 其實他們 為什麼我特地要說 這個Dream Catcher 這個電影 Dream Catcher 同一時間那群人 其實都有閃靈的能力 就是說他們不靠 不出聲 就可以這樣 易連溝通 那 Turn Out在那個創作的世界裡面 那個弱智的兽子 其實是外星人 就是外星人 搞曉了 那些兽子 有閃靈的能力 這個不是衛斯女 嘛 Steven King也是外星人 那 Eat裡面那群 Losers Club 其實也有閃靈的能力 就是閃靈 其實就像X-Man世界一樣 超能力 是一個設定來的 那 不只是Shining 電影 或者Doctor Sleep 那個電影才有 那個其實已經貫穿了 這個 Steven King的世界 所以 其實Steven King的作品 其實很豐富 他的主題 其實你不可以這麼單一的靈異 經歷 超能力 這些 就是 這些 genre來看 因為其實 他中間是 結合了 加上他這麼複雜的 他Steven的世界觀 其實你這樣 看得越多的話 你的Steven King 知識負越高的話 其實你會越論越有名 就好像看Marvel 你會覺得 每個角色之間都要串連 每個作品之間都要串連 其實是一件很吸引的事 其實我也建議大家看 剛才我說過幾個 我不介意重複 因為我想大家看完之後 我們永遠再聊 1963年 11月12日 我忘記了 Dreamcatcher 近期的 城堡岩 Custles Rock 這些都是Steven 還有現在還有一個短篇 In the Tall Glass 應該是說 類似Triangle 類似恐怖游輪的作品 不斷地持空到自己 在穿插 自己見到自己 在美國出名的 高重入魂的 粟米田裡 在田裡 當塞路 其實 我每次分析 Steven King的作品 我都說 Steven King是一個很厲害的作品 就是 他可以把生活中 很普通的事 寫得很恐怖 他的切入感很重 這就是一個奇才 另外想說 就是裡面的 奸角 珍結軸 其實 我會看到一件事 如果你聽到他好像很爽 吸了別人的能力之後 自己是長生不露 你以為很厲害 又不是 駕駛不帶安全 也會炒死 被人開槍 就會一槍死 其實這也是我 要買回自己的藝康的廣告 應該存在主意要說的話 如果你那麼刻意去追求長生不露 但你的生命又那麼脆弱 而且他們的生命 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目的 就是你聽到以為 人的本質 是不是要追行快樂 我不去討論 未必過過過 他似乎在這個世界上 就好像吉卜賽人 駕駛著車 在美國圖村州過散 不斷就找一些 很特別的Shining能力的人 怎樣令他害怕 然後吃掉他 那些 其實你會覺得 這個生得很無趣 想想 你要那麼長命來做什麼 又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好做 這個我是看到 比較 奇異的一件事 你說Shining 和Doctor Sleep 這個電影的延續 收不收貨呢 我自己來說 我也算收貨 因為我覺得 最難能可貴 是些什麼 其實他用回 現在的人 他不會剪回Shining的作品 好像日本特色片 不會 超人回歸 拉打回歸 就剪回以前的片段 他不會 他現在找人 再拍過 其實我覺得 親力親為也好 還有 你看回一個 我們現在年代的人 去拍一個 我們覺得是大師的作品 你會看到那種 至敬 或者不同的人 去演繹經典的能力 其實你看到 他新的導演 那個功力 其實我覺得 都 可觀性都很高 還有 如果作為一個延續作品 還有他揹著這個牌 都很大 哇 大師經典 Stanley Kubik的一個延續 Doctor Sleep 我覺得都 中規中矩 去到最後 我也覺得 想借這套電影 希望大家可以學到Danny 無論你生活 如何去 腿 或者受 惡夢影響 惡靈 或者過去影響 都可以希望 自己用自己的意志 可以打敗一些 或者 你覺得是 與生俱來的一些 一些枷鎖 那我都希望 可以在這裏 幫大家 加少少戲 或者 在一個 這麼不開心的大環境裏 如何 大家互相 cheer up 那有機會 我都會繼續 去搞電影會 希望大家都可以 來看這些戲 討論一下 又聽我們的節目 如果第一次來的朋友 聽回 我就會介紹一下 我這個叫魏康 我是傑子王 我的頻道主要是 講一些 光怪陸來的現象 神秘學 哲學 心理學 但也會用一些 動漫 ACG 遊戲 電影 或者一些社會現象 互相混在一起 來講 希望沒有這麼多 喜歡我的朋友 訂閱 再加上讀那個小鐘 以後有什麼 最新的影片 就會在這裏打出來 還有 究竟你喜歡我這樣做節目 還是喜歡我做直播 希望你回覆我 有什麼留言 就可以打到Youtube 或者搜尋我的Facebook 我的Facebook是 Pseudo Pseudo 魏康 傑子王 希望下集再見 我現在短而精 不講那麼多 現在不流行 整個小時的清談節目 我這些人都要勾 下次都要短 其實我都短不切 廢話太多 希望可以慢慢再短一點 希望下次再跟大家見 拜拜